说到这募资活动在台湾是越来越普遍 根据统计这2020年全台的募资总金额超过了25亿元 有业者花了4000万 研发出一款结合AI分析的成人用品 现在希望透过这募资平台寻求网友协助 让产品能够顺利量产 根据统计光在2020年 台湾群众集资总额超过25亿台币 在市场竞争激烈行销预算有限之下 募资平台成为许多新创品牌的一道曙光 因为募资平台比较多创新的产品 而且价格方面会比市售的时候要再便宜一些 所以其实平常的时候会到募资平台上去看一些东西 然后有没有自己喜欢或是比较新的拿来尝鲜 募资平台什么都有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 看好商机就有业者搭上这股潮流 花了4000万台币研发 做出一款结合AI智能科技的成人用品 并在平台上进行募资 我们发现这个市场其实一直在成长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人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希望是能够把它变得更人性化 然后把一些人工智慧放在里面 然后有一些突破 发现募资平台有很多好处 这个我们可以先试水温市场的接受度 再来就是我们的产品比较还没量产化 不会在市面上流通被人家拷贝 原本是科技人的沈老板 因缘忌讳投入这项产业 期盼在募资平台的帮忙下 靠着研发优势 成为市场上另类的台湾之光 记者总报道